好我們現在已經把網址放上來了 然後我們抓取留言有107個 那我們要開始抽獎囉 好恭喜香奈兒 喂我是教練coach 今天要來介紹紐特的牌組 那紐特又被改強了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最近的改強 上上次呢這個漂浮炸彈被改強了 如果生物死亡的話還會在原地爆炸 那他原本的移動速度提高 以及單位攻擊後會飛向 第一個被擊中的目標爆炸還在 那這次紐特的改強呢是 煙火盒算是一個平衡改動然後略為改強 原本他的煙火盒是28子彈 打完後會有一個巨大的追蹤火炮 那現在變成6發之後 射速好像提高了一點 這是上次的改動 所以我們沒辦法看到公告 那對紐特來說啊 傷害遠比生命重要 因為紐特他自己就有非常多的小生物 可以去做扛傷害的動作 然後紐特又是一個偏快攻的牌組 對於煙火盒的改動 是幫紐特做了一個加強 再來就是火灰蛇 火灰蛇現在不管你打的是什麼卡 都可以召喚小蛇 但是技能的傷害降低了 那我們紐特會 自己的回想會升一費的延伸卡 大大的加強了紐特的輸出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構築的話 前面的4張都是為了漂浮炸彈存在的 火灰蛇只是一個額外提升傷害的工具 那我們的購組啊 可以 小綠把粉鳥換成玻璃獸 人馬 或者其他三費的小生物 但是 蜘蛛跟綠仙的話 又沒有非常的推薦 鳳凰也沒有非常的推薦 因為會拖慢我們紐特的節奏 不過我們的紐特回想 他的衍生卡是依照卡牌平均等級 跟回想的品質去算的 那我們夥伴卡的話 因為紐特是一個偏快的牌組 最重要的卡就是 老鄧加麥教授 一定要老鄧放前面 那第三張卡的話 一樣可以放你有加成的夥伴 最好是龍恩或卡姐 那如果你有加成的夥伴是落地的話 落地就要放在前面 改成老鄧麥教授在後面 不過這樣會拖慢 紐特的節奏 我自己玩起來的感覺是沒有這麼強 然後你也可以考慮放海格 那這邊的話 我比較喜歡玩的購組 會是放玻璃獸 然後金探子跟爆尾釘蝦的話 也可以 補魔綠牌 那我們快速的拿到前面這四張核心卡 鳳凰在放的時候要注意 要在老鄧帶的時候放出來 那我們紐特要玩的話 就是要打好自己的節奏 我建議如果有放鳳凰的話 可以在老鄧第一波打出來之後 還全部甩掉 等老鄧消失之後 馬上就要叫鳳凰喔 然後第二波 麥教授的階段 最好是手上都有一堆一費的卡 這樣才能夠快速的發揮麥教授的技能 因為我自己的紐特迴響 沒有很強 不過這個構築 玩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的紐特迴響 有加到核心卡的等級 就會非常的好爬分 沒關係我們就直接用這個沒有很強的紐特迴響來打 好我們一樣開場的話先看對方的牌 那對方的等級是蠻低的 應該可以輕鬆碾壓 不過要先看一下他的迴響 那好他們又要打牌 OK他玩福利維 那我們這邊老鄧叫出來 直接把 該叫叫叫叫優先叫這個火灰蛇 他等他這個龍恩超步的時候再把這個打出來 好沒關係這邊小灰一個老鄧 不過我們的火灰蛇是有遲到buff的 稍微走一下好打 再把鳳凰打出來補 好靠沒來不及 在這邊要盡量多走路 因為我們需要 老 麥教授打出來的時候變成零費 呃爆尾丁蝦 再走一步就可以了 剛好搭配火灰蛇 稍微存一下費用 好 OK火灰蛇先打 這邊一個陣型豬唸一下 然後把他的生物清掉 很變形速結束 好打牌 這邊唸一下把他的蛇跟麥教授清掉 這邊來救一下我們的麥教授 可以再稍微走路一下 那他會進這裡 所以我們先丟一個蛇 進去旋轉 那火灰蛇 綠牌速度非常的快啊 這邊直接可以一波把他淹死 那一樣記得優先打蛇 好輕鬆結束 等級壓制 非常的快速的一套牌組 好再來一場 先看一下對方的牌組 對方有可能是玩哈利 那我們等級略高一點 好我們等級高蠻多的 那這邊老鄧打出來之後 記得先打火灰蛇 再打其他的牌 等到快食費 好打打打 他玩哈利居然放凱文 超奇怪 拼煙火河 那這把應該可以輕鬆獲勝吧 我猜 哇這居然是送分仔嗎 看起來有點像送分仔 這邊鳳凰可以打掉 然後可以稍微走路一下 喔真的 居然是送分仔 這邊把他的 轉石 夥伴把他轉石 好 記得要優先的打這個 補魔真霧 聖火蛇還在的時候 多打一些 小牌 這邊念咒把他的 麥教授清掉 這邊轉一下他的 麥教授 把他一波淹死 把他一波淹死 好結束 哇 居然遇到送分仔 沒有辦法 打到一個比較精彩的對戰 不過沒關係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他按讚 第二家分享 不要打開小鈴鐺喔 大掰